据世界报的报道 英国和法国正在向乌克兰部署英法的军队进行秘密谈判 知情人的消息说 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些讨论 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保密的 主要是因为川普呢 1月20号就职嘛 美国可能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下一步英法准备来启动 我们派兵直接去 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 舒尔茨在第一时间就指责法国和英国 包括美国啊 你给他那大导弹嘛 冒着战争升级的风险啊 他对这撒火进行了猛烈的批判